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那接下来阿芳老师就要来分享 这个种植节就是害人发胖 可是不吃真的是对不起人生 活着到底为什么 尤其我们的节目 就是以健康的一个取向 那其实跟种植其实很难 对 但是我还是要努力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除了糯米之外 我想办法把膳食纤维 还有再来就是家里的粽子 不需要做太多 我们今天就做小份量 那妈妈你等会可以慢慢看 那用做菜的概念来做 那因为毕竟等会糯米饭起来 粽子还是要有香味 那我这边没有放很多油 大概一汤匙左右的油 然后我要再跟鸡腿借一点油 然后让那个油 等会来拌米饭的时候 它会有一些些的香味 所以我先第一个把这个鸡腿放下来 在这边干煎 就传统的肉掌都是五花肉 对 那阿邦老师今天用鸡腿肉跟这一个蛮鱼 我们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然后要一起来包粽子 对 然后呢 刚刚那边用掉一尺油 旁边这里我再来拿一尺油 就是妈妈可以斤斤叫 因为我们今天可以包10到12颗 刚好一个家庭 一个人在过节的当中 那你如果想要一个粽子 两颗香菇你就自己算 然后一颗香菇你就自己算 妈妈你可以自己斟酌好就好了 然后我们把一点这个酱油 放在这里面 我用差不多整个十几颗粽子 我们用三汤匙的酱油 在这里把它炒出 先跟这个香菇炒出香味 然后让它入味 对 鲜得好香 然后再来放这个米莲的部分 好 米莲 好 那米莲的部分就放下来 让它们一起沸腾 它就会产生跟那个普烧曼 类似的这个风味 酱烧味 对 就是要让它有沸腾的效果 好 然后现在呢 你可以看到今天呢 我们的粽子因为要少油 少油糯米就容易粘粽叶 对 我今天就是要拿这个牛棒丝 来当垫背 所以你要想办法增加膳食纤维 今天搭配牛棒丝 这个是牛棒切丝 老师我看一下你那个牛棒丝的水 它那个颜色很深 就是有它的营养价值 所以我们就不要太多水泡 它的微量元素 它的那种什么钙铁磷等等 对 而且它那个水也是挺甜美的 对 就有它的原始的香味 好 然后现在我是不是把这一个 有酱汁的这个牛棒就在这里烧 然后我们放一点点的这个牛棒水 放来 所以有一点点这个酱烧牛棒丝 对 就是卤那个 我们去买日式小菜 对 不是都会有那个牛棒丝吗 然后我们现在就把这个牛棒丝 它在煮的过程 它现在硬挺挺的 对 对 对 等会我盖起来煮的过程 它会软 然后它又把水分煮出来 那减少了水分 把味道吃进去 它提供我们那个粽子有味道 然后少水分的膳食纤维才可以放在粽子 比如杏鲍菇也可以 水分会跑掉 但竹笋 妈妈卤了竹笋的水分不会跑掉 它在粽子里面就容易坏掉 所以这是不可以的 我觉得你这个牛棒丝也很适合做夏天小菜 对 然后如果入味了把它放凉当小菜吃也挺好的 对 然后现在我们的这个鸡油 可以看到我刚刚放进来 我不是要它熟 我只有要它贡献这个香味给我 然后现在我把这些鸡肉也一样放进来 那我现在就把这一个油 等会要来拌拌 然后这些鸡腿就到酱汁里面去卤了 所以网友才会开玩笑说 用叶子包的是粽子 没有包的就是油饭 但是也是要掌握好 然后现在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开小火去卤它 卤到好的时候 你在中间的过程可以翻 那它就变成卤鸡腿 卤香菇 然后还有那个牛棒丝 它就会变成很入味的材料 你到时候就可以把它分出来 老师通常要多久的时间 它大概可以入味 收干啊 收干 这些水分其实很快 就是妈妈在我们节目里面 小火慢拌 对它就是你也开中火 然后让它卤 然后中间的过程 该拉拉 就跟我们家里炒菜 好 水分会收干 那这样子就可以吃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熟的 会做一道菜 对 我们里面就有三个粽子的材料都已经搞定了 我觉得这个牛棒丝这个招数可以学 这也很适合 这也很适合多做一点当小菜配粽子吃 对 就补到那个刚刚洪医师说的膳食纤维 对 然后再来这里有一锅的这个米饭 是我用家里的电锅煮好的 那它的概念我也跟大家数据化 就是我们家里面煮饭 是不是都用这种两米杯 这两米杯它四杯刚好就一斤 那你洗干净 用长糯米圆糯米都是可以的 那不要多一斤的话 刚好可以包十颗大颗一点 十二颗小颗一点 所以妈妈你在斟酌切鸡腿的料 你在涮香菇都很好涮 然后你把它洗干净之后 水把它浸掉之后 一杯米长糯米就1比0.6 原糯米就1比0.7 很好涮 因为原糯米比较会吃水一点点 然后就把它直接跟我们洗米加水一样 然后就直接放到你的电锅 外锅放一杯水 那通常饭快煮好的时候 你会闻到饭的香味 那糯米饭的香味又更明显了 那这时候快好了 就是电锅要跳起来 你就拿那个饭匙把上下全部 松一下 松一下 对 然后刚好盖起来 它跳起来 闷起来 现在宁关 你可以试试看 其实现在你刚刚吃的牛蒡 就妈妈会学会的煮这个糯米饭 而且这里之所以水分稍微少一点点 是待会还要让它吃其他的配料跟这样子 对 它要有其他的配料 对 OK 是不是Q Q 然后现在在这里我们的油 在这里面我们只要少少的这个风味 就放一点点的盐 好 一点点的盐 然后一点点的胡椒粉 只有一点点的量 好 然后我们现在把它毛豆放进来 把这个油 少少的油 好 不要再水了 我们煮饭已经怕粽子会烂掉 不好吃 好 所以这时候 我们的一点点的带动的因子 就是这个 我用来取代花生 我用了这个毛豆 毛豆把它烧软之后 其实口感真的很像花生 对 好 然后现在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刚刚的米饭 把它直接放进来 好 米饭在这里一样 也是要稍微像炒饭一样 就把它跟那些调味料 让它均匀 对 翻均匀 那它这样子就会有一点点的基础的风味 对 然后有一点点的热度 可以帮你把那个水分 帮你把那个水分待会可以均匀一点 对 那妈妈在家里面 因为我们录节目的关系 这个饭我比较早一点点的煮好 然后放着 所以它会 你会看到它已经回Q 如果你在家里面 电锅刚好就煮好的时候 拿出来拌这个动作 它就会很好拌 对 因为它的水气还在 好 然后现在就 我们的米饭也已经把它松范 都松好了 好 然后我们 我再开一次这个锅 好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牛肉 对 你可以看到 现在它已经卤了 开始在入味 对 剩下的一个最后的这个香味 因为它比较日式风格 所以我没有在开始的时候去爆香蒜头 我是在后面 好 蒜末 后阶段的时候才放 有时候我会是把香菇跟鸡腿夹出来 再放 然后再放这个蒜末 然后让那个牛蒡是有这个蒜香的 然后另外再来一个 就是最后的这个鰻鱼 那鰻鱼其实 平良心讲 有鸡腿 你是不是一定要鰻鱼 也不一定 你可以选择我只放鰻鱼 我不放鸡腿 反正你在家里开心就好 但是鰻鱼因为也是一个方便取得的 对 对家庭主要说 我就不用再切那个 就切一切就好了 可是它如果再去回蒸 它的味道会淡 对 这个酱会被吸走 所以你需要在这里面 补一点点的盐巴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其实整个的 种植的调味是很弱的 好我先打个唱 这个鰻鱼是那种 现在市面上很多的冷冻的 普烧麦 对 所以把它切块之后 在这里还要补一点点盐巴 对就放一点点的盐巴 让那个酱汁 如果到时候被米饭吸走了 那个鱼肉的本质 它上面还会有味道 对 就是说你需要做这一个动作 那如果没有的话 你也可以一个就是 吃种植的时候 淋一点点酱 这也是可以的 但是就是鰻鱼会有这个特质 那今天我们现在要包粽子的过程 就可以看到粽叶要洗 那今天我们现场的道具 就三种 传统的是这一种 然后有些人用这一种 这个是麻竹叶 那一般我们包蒸的或煮的粽子 南部粽子都放这一个 那特别这个 这个是贵竹的那个外粒 外面的那个壳 那它比较硬挺 有它清香的味道 但是它呢 比较不会入水 什么意思 它会保护米质 就是如果你像北部 爱吃那个油饭粽 就是米粒一颗一颗很明确的 那就会是它 那当然种植的世界 五花八门 你认识不完 口味多 花样多 这个是荷叶吗 不是 这月桃叶 那月桃叶这个一般就是 像要把它再烫过 否则它的味道浓 还有它的草酸 这一类的会比较重 那我们在家里面 妈妈的粽叶 要做清洗的话 其实现在少量包粽子 就买一小叠 然后回来的时候 稍微检查打一打 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 家里面的那个温水龙头 有热水 我们洗澡浴室都有热水 你就开热水 先开下去 让它流水 为什么 因为毕竟我都觉得粽叶 它难免也可能有防腐剂 然后我们就让它 整个那个水先流掉 稍微冲洗 对 然后再去做浸泡 泡脏了之后 拿一块新的 我都是拿新的那个海绵 然后两面就这样洗 整个洗干净 对 以前妈妈洗好多 现在不用了 现在就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洗完之后 晾干就可以来包粽子了 好 那我们今天可以看到 那我今年没有包那个三角粽 我今年包糊粽粽 那用的是这样的手法 折进来很像在折 小孩在折折子 它就会有一个长长的勺 然后长长的勺 那我们的米饭是不是很少的油量 对 所以 先放这个 米饭会粘粽叶 所以来一个这个当垫背的 牛磅丝 好 牛磅丝 好 然后玩到这里就很适合给小朋友玩了 对 而且这个不是生米 它就比较不会落到整个 好 然后这个 毛豆 毛豆 然后馅料 馅料 鸡腿一个 然后香菇 我们还有蛋黄了 然后看看你要不要放蛋黄 然后就要放蛋黄 就这样 然后我上面呢 有白米饭的地方 我还是会再用牛磅把它补起来 那你就很容易算 如果妈妈你这要一斤米饭 你就知道我要包十颗 我就先抓十份 我要包十二颗 我就先抓十二份 那这样就跟天饭的意思一样 不会太多 然后这样子放上来 那是不是有一面 有一面是牛磅 一面是料 那这样子妈妈就不用担心 我的粽子会粘液了 好聪明 没有很多油 然后它也不会很容易粘 然后也比较健康 那老师我们其实里头 现在的馅料其实都是熟的了 对 所以真的包好要再煮 蒸一下就好了 不要煮 就是放到 你可以放一个盘子 放到电锅十颗 也很容易 对 大概蒸多久 十分钟左右 你热气沸腾的话 进去十分钟 蒸越长的时间 你的鳗鱼的味道就会 越淡 越淡 好 那这样子就起来 蒸好之后 那包好蒸了之后 蒸了之后 就是这一个成品了 对 然后它蒸好 像这包十颗 如果今天包十二颗 就像我手上这样 小小巧巧的 也不会吃太多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 第一次吃到这种蒲烧粽 还有这个什么鰻鱼 对 然后还有牛蒡 它整个口感非常的搭 而且觉得很高鲜 感觉吃这个粽子 可以很健康 都不会有什么负担 其实在我临床上 有蛮多病人 像我有个26岁的 一个年轻的妹妹 她是在一种传统的那种 菜市场那种肉粽店工作 当那个行销助理 因为肉粽店 大集的时候很好 可是平常就没什么生意 所以还是要做行销 所以这妹妹去呢 一刚开始她的餐厅 公餐还不错 就都会煮 结果没想到 到了这个端午节 都是NG的肉粽